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州 我姓业 我要业子军 英文名叫Fora业 我来了加拿大14年 我经历了做家庭主妇 做top time 到现在自己做老板 那我现在呢 正在带领一个 比利时的那个医生菌 医生菌清洁产品 那我需要再做很多像传媒啊 算印刷 还有自己想做那个亚洲代理的 很多很多汉达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待会去找我 谢谢 我是来自上海 然后出生在新疆的新营 已经四年半了 马上就要换分页卡 我的名字叫Annie 这位名字很好记忆网友 那我现在的话 来到多伦多四年半的时间 我的工作经历非常的丰富多彩 那我现在的话呢 因为 其实我是跟Joseph的绝缘很偶然 来自他第二次搞新营 素新生晚宴的时候 我都参与进来了 我以为这个活动只会搞两三次就会结束 没想到他坚持了四年 坚持到现在 包括他的华美奖也坚持了那很多年了 我被他的坚持所感动 然后他新营 素新生晚宴也是 只是为新营提供一个这种相互交流 和相互认识的一个平台 为此而感动 所以就每次活动有机会 我都回来做volunteer 那接下去我想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因为我们新营 素新生晚宴 从2010年5月份启动开始 已经有十几次 来自的新营 大概五公司 还有四五百人 那我刚刚跟Joseph商量 我觉得已经到成立新移民俱乐部的时机了 那新移民俱乐部会在五月份开始第一次的活动 即启动仪式 那整个俱乐部的活动将由我来负责策划和执行 希望大家带新移民朋友都来参与我们俱乐部 给大家提供更为广泛的信息 俱乐部的宗旨是为新移民提供 就是尽快融入到本地的社会和找到他们的定位 包括了如何安排能解决一些可能说提供一些资讯 如何去参加一些相关的就业的培训啊 或者一些职业的培训等方面 具体资讯到时候会发一秒给大家 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俱乐部的活动 谢谢大家 哈喽大家好 我叫Yolanda Pan 我是来自江苏 去年刚刚日本来到加拿大 所以是一个新移民 我现在是做Graphic Design 如果大家就是需要有影片 或者是宣传测试 需要设计的话 我很乐意帮忙 谢谢大家